3...2...1... 回程 随后经过向老大公上香 行献花献果等科医后 在5月12点正式点亮千盏普渡公灯 向引领好兄弟到阳间 接受人们一整个月的香火供奉 今天的开灯业就为了明天下午2点准时 开开门的时候 供奉老大公给他在阳间照度的意思 到场参与点灯仪式的府会首长 也期盼老大公及好兄弟保佑 早日驱除疫情让国人回复正常生活 在前两年的时间里面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都缩小规模来举办 那今年呢我们原则上是恢复正常 然后游行的部分呢 也恢复徒步的一个游行 那我想这是大家全民防疫的一个成果 也希望这个老大公好兄弟 保佑基隆保佑台湾 能够驱除疫情 然后大家幸福平安 那今天这个开灯业礼一开始就象征我们基隆中元季正式的一个开始 所以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就比较缩减低调 那今年可能就比去年的状况要好一些 所以大家会来得非常的热烈 那本着个人的信仰也好 然后为了地方的这个平安也好 请代表基隆市议会一定不能缺席 就是在这两去两三年的疫情之后 今年难得我们的疫情开始趋缓 所以我想这一次整个所有参与的人会非常的多 那今年度也是观光局在我的争取之下 有开始比较大规模的来协助我们的地方举办活动 那我也期待今年黄信中会中庆会举办的活动 能够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那我也相信所有的中庆会会来全力的支持 千盏普多公灯点亮后 老大公庙庙前广场南方鞭炮庆贺 正儿育龙的鞭炮声加上镇头锣鼓喧天好不热闹 有位传承168年的基隆中元季文化庆典揭开序幕 记者张其谈基隆报道